新副總統候選人報道 空污問題越來越嚴重 政府打算怎麼處理 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王如旋 一上台就被民眾問到這個問題 還有四個多月 請執政黨再度開始努力 謝謝 說不定他有機會 當選也不一定 所以我好夢 面對民眾辛辣的提問 王如旋笑得尷尬 民眾質疑 執政黨現在就應該 努力解決空污 政府也不應該阻擋 地方政府通過的禁煞生煤條例 台下甚至有人對著王如旋 比出不雅的手勢 現場氣氛一度尷尬 看他的運算 現場稅 我們還有一點的現場稅 就是成本要 所以外部的成本的部分 要加到裡面來是不是 隨後上台的 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陳建仁 還被民眾質疑 六輕空污的問題該如何解決 陳建仁表示 要回去好好研究 沒想到民眾反嗆 要他立刻回答 也看現場氣氛越來越僵 主辦單位趕緊先讓他們離開現場 反倒是親民黨副總統候選人徐欣營 被邀請簽名連署 反控屋全台大遊行 邀請三名副總統候選人到場聲援 才剛結束唇槍舌戰的電視辯論 候選人馬上就面臨選民面對面的質疑 總統大選之路現在才是考驗的開始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